送礼有着两大基本原则 一是投其所好 二是要确保没有后顾之忧 投其所好容易理解 人家喜欢什么咱就送什么 坚决不收礼就培养共同爱好 没有爱好就从家属身上下手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盘 送礼讲究的就是一个心意 只要用心就没有送不出去的东西 这是人性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坚持认为 送礼是陋习是糟粕 是传统文化始终淘汰不掉的垃圾 仍然一身正气满嘴道德的表示 我就是不送 谁能把我怎么样 道德这玩意儿吧 原本就是虚构的 那是人们吃饱喝醋以后想出来 用以限制别人 防止别人爬到自己头上的工具 成功之前 你见谁满口仁义道德了 成功以后 他们才会成为正义的化身 教给你如何循规蹈矩地活着 如何老老实实地接受等级划分 社会现状 行走江湖拼的是人性 道德这件东西太重 会伤害你 会束缚你 趁早干掉 然后轻装上阵 不光如此 如果有人动辄给你讲道理论人品 请远离他 因为这样的人要么傻要么坏 确保没有后顾之忧 则是送礼人和收礼人的共同要求 也就是确保这次送礼活动的私密性 私密性如何保证 注意时间 比如晚上就比白天强 注意场合 比如家里就比办公室强 注意礼品的遮掩 比如黑色塑料袋就比透明包装强 更重要的是 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 千万别把送礼当成你炫耀的资本 只是现实社会中 事与愿违的事情太多太多 有一个经典案例出现了 请进 是小梁啊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有点小事 要不你们先聊 我在外面等 老玉啊 我看事情这么办吧 行 你跟师弟先打个招呼 我这边在做工作 好的好的 小梁来了你们聊吧 送礼最怕遇到这种情况 说不清道不明 这种情况一旦出现 这次送礼活动基本上就能宣告失败了 那么这种情况能避免吗 当然可以 办公室是送礼的合适地点吗 是也不是 办公室不适合送礼品 但可以送文件 用文件带装着的文件 如果办公室里有人等人走了再说 像梁志远这样大白天就闯到办公室 明晃晃送东西的表现和智商无关 那些情商制约 就是典型的没吃过亏没挨过打 再看梁志远面对尴尬的低情商回应 要不你们先聊 我到外面等 梁志远错就错在要不这两个字 面对这种情况不能犹豫 更不存在选择 不管谁叫你 你都应该立马转身出去 带上门的同时再给一句 我等会再来领导先忙 你放心 局长在场 副局长不会追出来 你放心 副局长的办公室 局长也不会追出来 成年人的世界里 及时止损和争夺利益的重要性 不分先后 同等重要 现在好了 局长还是你的伯乐局长 还是和副局长 有着巨大矛盾的局长 看见你给副局长送礼了 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可以自己想象了 等到局长走后 已经失去基本意义的送礼活动 还得继续 小梁 站着干什么 快坐呀 不不不 不坐了 我是来送药的 哎呀 你 你看 你还真上心了 哎呀 你说 咱们卫生区就是管一管一药的 我什么药弄不着啊 还让你这么费心呢 不不 这药跟其他药不一样 这是我父亲留下来的偏方 他在世的时候 通过这药治过很多 青光眼的病人 您吃了一定零的 真的这么零啊 那我一定试试 好 那没事 那我就先走啊 那我就谢谢你了 不不不谢不谢 我走了 关于这个偏方 梁志远之前对副局长有过承诺 这个承诺一定要兑现 要不然你的形象会在领导心中彻底坍塌 一定程度上讲 这个偏方也基本满足了送礼的投其所好原则 就此来看 梁志远的这次送礼并不算彻底失败 最起码得到了于副局长的积极回应 只是如果放在现实社会中 梁志远的这次到底算不算成功呢 领导应酬太多 肝脏不太好 你弄一份专门调养肝脏的偏方送给领导 看看领导敢不敢吃 抛开偏方不说 你打听到领导喜欢吃酸菜鱼 你从饭店叫了一份招牌酸菜鱼送去领导家里 看看领导敢不敢吃 给一个卫生局的副局长送偏方 而且还是一个赤脚医生留下来的偏方 就好比你往山西运煤 还是运的水分大灰分高 发热量不达标的劣质煤炭 你试试能不能卖得出去 送礼讲究投其所好 但投其所好的基础是保证人家的生命安全 违背这个原则 即使人家收下东西 也不会对你有任何好处 当然于副局长的情况特殊 他不在乎什么偏方 他的目的在于拉拢梁志远 并将梁志远培养成一把锋利的剑 自向文局长劈开自己近身道路上的阻案 可就算情况特殊 这份偏方也会很快出现在垃圾桶里 到底是成年人 到底吃过了亏 梁志远也知道自己这次送东西犯了忌讳 垂头丧气的跑到了罗老师的办公室 好了 轮到罗老师讲课了 让我们来领略下这位职场扫地僧的经典语录 什么事 烦 你今天怎么鬼鬼祟祟的 做贼了 做贼的心都不虚 不做贼的心才虚呢 我们一直都在说做贼心虚 可既然贼都做了 就说明他已经抛弃了原有的做人原则和坚守底线 基本处于开挂的无敌状态 他还会存在什么道德约束下的心虚 人才会心虚 才会对自己不该有的行为心生愧疚 因为他觉得这样做就是贼 贼不会 从来都不会 因为人家压根就没把自己当贼 所以 如果你有后悔 有愧疚 有心虚 你应该感到高兴 这说明你还是一个人 只不过现实社会中贼越活越潇洒 人却越活越狼狈 四只眼睛有着两层意思 一双眼睛一副眼镜 人上了年纪视力变差 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一双肉眼 一双心眼 人上了年纪 心智成熟 看事情越来越清楚 梁志远说只想有一只眼睛 又是什么意思 我想看见东西 不想看清事情 一句话 我想简简单单的活 轻轻松松的过 只可惜 这需要一个漫长的魔力过程 刚开始 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再后来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到最后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梁志远的阶段 甚至还处在看不见山 也看不见水的时期 一只眼睛都不能少 必须看尽丑恶 才能见到美好 必须看透一切 才能放下一切 见怪不怪的时候 你还会心生怨愤吗 习以为常的时候 你还会大惊小怪吗 见得多了 你就麻木了 想法自然也就少了 小孩子才分好坏 成年人只讲利益 你眼中的坏人 可能是别人认为的好人 同样 你眼中的好人 或许是别人认为 十额不赦的坏人 好和坏本就是相对的 利益才是绝对的 等你眼里没有了坏人 你才懂得 现实世界的本质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你觉得渔夫局长 这人怎么样 我反正觉得他挺好的 没关架了 而且是个纯知识分子 怎么我说不对 老渔是不是找你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也瞎猜呗 那你怎么就能猜到呢 小雅 那天你在会上放那些泡 并不是每个人都不喜欢 有的人心里边高兴着呢 暂时别惊讶 也别羡慕罗老师的精准判断力 这是现实锤打以后的结果 更是吃过亏 挨过打以后的必备技能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就有争斗 而且最惨烈的争斗 并非打打杀杀 而是人情世故的对决 出来乍到 最适合冷眼旁观 一定要等到看清牌面再下注 要不然你会输得很惨 真正厉害的人都用一个共同的特质 那就是不闻不问 事不关急不闻不问 以成定局不闻不问 看透了不用多说 看清了不必较真 心里有数比什么都重要 说出来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 罗老师才是职场生存的扫地僧 只不过人家厌倦了纷争 只想看报下棋等退休 仅此而已